在年底推行全港市民換領新身分證計劃 我們計劃在未來四年 分階段給市民換領新一代智能身分證 新一代智能身分證將採用高質量的罪碳酸不碎膠製成 確保身分證在正常情況下更為內容 預計使用壽命會由現時身分證的十年增長到十五年 加上新身分證的晶片除了支援現有的接觸式介面之外 亦同時採用了非接觸式介面 能夠有效減低因為閱讀卡 而對身分證晶片產生的宣布 從而令身分證更為內容 另外由於新的晶片可以更快速地讀取資料 香港居民日後使用醫道辦理出入境手續時 更快速不方便 預計所需的平均時間 會由現時的十二秒下降至大約八秒 無論辦證也好取證也好 都是一個自助的安排 但到拍照就不是一個自助 為什麼呢? 因為我們希望是一個專人的同事 為大家拍一些滿意的相片 只能支持好人 旅行 結果是從後來的出入境 那現在的出入境 都會有公開 有限期間 不用了